历史上的今天11月18日,照相机发明者诞生。 在这一天里可能会发生不少事情,但是在历史上,今天都有着什么人出生,或者去世,又或者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呢? 快点过来长姿势。 前七百年11月18日未宣公病逝,有名的色魔雅。 1067年11月18日司马光出禁毒通知,次名资质通见。 你对于历史上的今天11月18日,照相机发明者诞生。 有什么看法?在下方留言一起讨论吧。 在这之前,记得点击我们的订阅按钮。 可让你在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最新影片。 1095年11月18日克勒芒会议召开,罗马教皇发起十字军东征。 1155年11月18日宋朝著名奸臣秦贵去世。 1787年11月18日照相机的发明者达盖尔出生。 1836年11月18日清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出生。 1899年11月18日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李立三诞辰。 1928年11月18日米老鼠诞生。 1978年11月18日美国人民圣殿教九百多信徒集体自杀。 1995年11月18日丹麦王子迎娶香港姑娘。 1998年11月18日台湾玉山观测到的流星雨,这次狮子座流星雨是32年来最大规模的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 感谢你的收看。 欢迎下方评论留言。 记得订阅及分享我的频道。 谢谢。 下部影片预告。 历史上的今天1960年8月18日美国成功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侦察卫星。